往来人多 熟食中心经常出现餐具不翼而飞的情况 有小贩中心商联会因此决定出钱为摊贩提供统一的餐具 除了避免餐具外流 还有助提升运作的效率 一个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托盘 汤匙 筷子 叉子都印上了COVID-209 提醒时刻 这些餐具属于高文小贩中心 不得私自带出 一个月最少有四五档 都不见调 六个月的话要花上三百多到四百块 再重新再补过 高文巴沙与小贩中心商联会决定出资三万元 让62个熟食摊贩使用统一餐具 素食和马来摊不包括在内 但将获得补贴 没有logo他们可以搬出去别的地方用 有的拿去别的当口用 接下来我会全部的东西我拿去注册 注册了我会放出来拿来申号码什么 让人家知道这个东西有注册的 有了统一餐具 清洁工人就不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分类 大大提高清洗效率 有摊贩反应 清洗承包商现在能更快把洗好又干净的 餐具交给他们 除了提供筷子茶和汤匙 工会也将承担清洗这些餐具的费用 而熟食中心内也四处张贴了这些告示 提醒公众如果故意将餐具占为己有 工会将报警处理 德义哥小凡中心这个月起 也使用统一的筷子汤匙和小碟 但40个摊位中不到一半愿意共享餐具 新传媒新闻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